大家留的任务呢,我们来写一下,好吧 这个 来,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我给它去掉 这里面怎么做呢,其实 这个数据啊,这个数据 可以先留着,对吧 数据是什么样子的话呢,什么结果呢 我们其实最终都要去渲染模板,对吧 就是你有错误的话,我要到 还是到那个页面去 所以我们来判断一下 是什么请求,是吧 你要看你什么请求啊,如果你的 请求,如果request.method 那么它等于什么呀 这个get的请求,是吧 它如果get的请求,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正常,正常给它返回 就可以了,是吧 正常返回呢,这个是不需要了吧,这个 对吧,不需要 你了解它就可以了,是吧 你把这块拿过来是不是就可以了 把这块拿过来是不是就可以了,把这块给它去掉 也就是说你现在渲染的话 是什么呀 是不是这个内容啊 哎,你放进来 你看啊,你get的请求的话,其实就就是它嘛 就是它 然后这个里面呢,你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你需要注意的是我 我这个里面不一定非得把message给它拿过来 是吧,这里面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空的吧 初始值的时候应该是个空的 对吧,我们没有进行验证啊 就这里面我们一般是给它一个空的就可以了 理解我意思是吧 我们打开这个模板 我们打开这个模板,模板里面是不是有一个form表单啊 form表单里面是不是有个action是吧 我们是不是要干什么,加一个bank 控制的路由对应的什么 就是你的路径啊 路径的路由对应的处理函数 我们在函数里面是不是有判断它是方法 是什么方法 是pose的方法了是吧 我们就按着pose的方法去走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面有个name有cut number是吧 它是有两个参数啊 这有两个参数啊 这叫什么参数啊 这叫表单参数是吧 这叫表单参数啊 这叫表单参数 然后提交这不表单就提交了 所以你的form标签页面 你得把这个action 你把这个action再给它加进了 这个action是什么 其实就是一个路由吧 我们叫资源路径是吧 是不是叫资源路径啊 好 那么叫bike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你看你的路径是不是这个 对起来 但是你的请求方法是啥 post 对吧 那刚才这个地址栏里面请求的 直接是盖的请求 是不是啊 盖的请求我们或许是一个网页 post请求呢 是来是什么 填完数据以后发布的 是这里是吧 OK 那接下来我们呢 在这块我们就写一个else else的话那么默认情况下 我们就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就处理你的post请求啊 来 处理你的post请求啊 那处理post请求里面写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 我们是不是要去干什么 我们要获取你的表单参数啊 表单参数 那表单参数是有什么呢 对吧 一个是你的银行的名字 第二个是你银行的卡号 是不是是吧 那银行的名字的话 我们这里面用name等于什么 这个request.form.get 里面要加一个叫做name 对吧 叫name 然后如果这个名字是 我们给他来个空 可以吧 我们给他来个none 是不是也可以啊 来个none也行 然后第二个指示是什么呢 叫number 就是我们叫银行bank的number 等于request.form.get 然后呢 我们获取的是bank的number card是吧 应该叫卡号 叫card 那这里面要改个名字 叫card 好 如果他没有的话 是不是也是none啊 对吧 也是none 那如果说 如果 注意啊 如果 如果他这个两个数据都是空的呢 只要有一个为空的 是不是就验诊不过去啊 所以这里面如果 这个叫 有一个叫any 是吧 是不是有个any啊 我看 有一个 应该叫and 是吧 不对 叫all all all里面加一个 什么呀 name和card number 如果两个 都不为空的情况下 是不是成功的 是不是啊 成功的 这是成功的啊 成功的 等会再写 那么如果不成功呢 对吧 那你觉得啊 你看啊 如果不成功的话 是不是应该 我们应该是加错误信息啊 是不是加错误信息啊 就如果不成功 如果成功的话 我们在里面反回 反回一个 啊 反回一个什么什么信息 如果不成功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date点 什么呀 date点 这个里面有一个值 叫什么值呢 就叫 Aero Message 是吧 等于是吧 这个 我们的银行 名称 会是吧 卡号 不能为空 是这个是吧 还不能为空 那最后里面 不能为空 完之后 我们是不是还在返回这个内容啊 是不是还在渲染这个网站 网页啊 是不是还在渲染他 还在渲染他 来 那你这样做啊 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问题啊 重复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看 不管 不管他这个请求方法 是什么 对吧 他是不是都在返回这个内容啊 是吧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请求方法 是不是就可以 办什么 你就里面改一下就可以了 改什么呢 你把它改成post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吧 你把这个呢 往前提一下 怎么提啊 save的加table 是吧 是不是save的加table 你往前提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啊 那么如果 如果这个post的请求成立了 他是不是就返回一个页面信息啊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什么 是吧 我们在里面写一个内容 好 这里面你写一个h1或h2 是吧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写h2 然后呢 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这个里面叫 绑定银行卡成功 是吧 绑定我们的银行卡 成功 然后呢 这里面呢 我们写个定时器 三秒之后 和五秒之后 跳到那个 在绑定页面里面去 是吧 我们加一个secret 是吧 加个script 然后里面加一个script 里面设一个定时器 这里面加一个h4 是吧 加个h4 h4啊 然后呢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什么 我们可以加一个id 是吧 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我们的 等于我们的什么呀 等于我们的result 是吧 result 然后你可以看到啊 在这里面我们怎么写啊 加定时器 然后每间隔一段时间 然后跳出去 这里面写它到无所谓了 明白是吧 回头我们再写啊 这个先放一放 好吧 先放一放 不然的话 你就把这个注意力 放到这块来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刚这个结构啊 是不是巧妙的给它 避免了重复写代码啊 是不是啊 我们把这个渲染模板 是不是放到这最外面 是吧 理解我意思吧 就是你不管你请求成 你盖的请求 是不是就返回你的网页啊 你pose请求的话 但是如果有错误的话 是不是也得反对这个网页啊 哎 那就是我们按照这种方式的风格 来判断一下 你要是pose请求的话 我们按照pose请求走 如果不是pose请求的话 我们就按照这个直接 你返回你的页面就可以了 虽然我们的请求呢 先放到 把pose放到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 返回的页面的信息 就返回页面信息 我们渲染的时候 我们直接返回它就可以了 那么它的数据是什么 我们不同数据显示不同内容 是吧 不同内容 好了 这里面你可以简单的去看一下 然后呢 这里面呢 我们现在 你现在改成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OK了 是不是OK了 我们来刷一下它啊 我们现在请求一下它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提交一下它 它告诉你 银行名和账号是不能为空的 看到了吗 你这里面是不写为空 然后这保定是不成功了 哎 保定就成功了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功能是就这样的 啊 就这样的 但是如果说你要 你要把你的银行的名字和卡号 要显示出来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在后台显示啊 后台显示的话 应该怎么做啊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里面 如果它不为空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里面写什么 我们这个里面写什么 是不是要写我们的 我们在干什么 我看看啊 APP里面有一个logger 有个logger logger里面呢 有一个叫info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你现在把这个内母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card 是吧 我们给它 把它干啥呢 加一个冒号 百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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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个冒号 百分之后 然后百分之后 括号 用内母和我们的card number 然后合起来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是日制的输出啊 但是是咱是讲讲过 还没讲过 日制模块讲过吧 日制模块讲过吧 讲过啊 讲过啊 好 那我来 我来看看啊 这个它有没有去起作用 我们现在往下走 呃 这里面呢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清空一下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呃 请求一下它 请求的话是没有的 是吧 我写一个 Dyson啊 这个里面银行银行名称 你也不能这么写 是吧 比如说我们叫中国 呃银行 卡号呢 你写一个 随便写一个卡号 然后提交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看 你这个信息是不是出来了 你看到了没 这个是server2里面的 这个info信息 中国银行 然后card是不是你的message啊 这个 这个是你的message啊 你的message 我们日制是不是就输出来了 哎 你看啊 这是我们Jungle的日志 日志记录器 我们Jungle的日志记录器啊 对吧 他的名称叫什么呀 他的日志记录器的名字叫server 对吧 是不是啊 这个是叫做这个日志的等级level是吧 是不是等级的level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的叫日志记录器名称 这个是他的时间 时间是没有格式化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格式化一下是吧 是不是应该给他格式化一下 好 这里面就是我们拿到 我们现在干什么呢 这个里面 这里面就是使用什么 使用我们的这个flask中的什么呀 他的日志记录器是吧 这个日志记录器默认的名字叫什么呢 他的名称为什么 当前的脚本名称 啊脚本名称 理解我意思吧 脚本名称 好flask的日志记录器啊 那么他里面用logger来去来去获取 你也可以干啥啊 你是不是也可以get一下 他的上面这个记录器名字好像没有是吧 他上面好像没有 这里面是有的 你可以你可以get一个 啊不不不不叫get了 应该是叫logger的get是吧 来获取一个记录器名字也行 我们可以点开他看一下啊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名字 这个logger里面是没有参数的啊 他里面使用的是什么类型啊 这是一个标准的passion的 一个标准的passion的日志记录器的啊 你可以看一下 啊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这一块啊 他的描述可以简单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创建一个日志记录器啊 他这里面叫创建的日志记录器啊 创建日志记录器啊 对于app来讲的话 我看看啊 所以这里面是flask app吧 flask app 你可以看一下他里面日志在哪里面去声明的 他这里面就 就直接创建的一个日志记录器啊 他的名称默认化使用的是什么 不是我们以前的root了 还是什么呀 当前这个文件是吧 哎好像他好像也是root啊 你可以把他名字可以把他名字可以打印一下 可以看一下 他创建的话应该也是一个root啊 也是一个root 现在这里面回头我们来看一下 你可以把它改造一下是吧 你可以给他改造一下 我们也可以自己写一个日志模块啊 也可以写一个日志模块 好了 这里面我们就不用看那么多了 回头我们再讲 呃 然后我们看看这块有一个小功能什么功能啊 这块有个小功能什么功能呢 就是定时 就是3210跳转 那个效果啊 怎么做的 就直接跳转 直接跳转 就是3210倒计时跳转 对吧 哈哈 这里面呢就是gs写代码了 gs写代码了 然后这里面呢我们给他一个late啊 给late是技术器 我们就是你你要你要有一个叫stampus是吧 我们等于5秒是吧 哎5秒的话他 就就可以这么写啊 5秒的技术我们部署是吧 每一步是1秒 是吧 每一步是1秒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给他一个late啊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定时器的叫interval 他的id是吧 等于0 可以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 是不是 是不是要要要site interval 然后里面加一个函数啊 加一个函数 是吧 加什么函数呢 我们括号 那么这么写 可以吧 可以这么写吧 可以这么写 然后呢 这个是每简隔一秒钟的时候 是不是执行一下他 就这样 然后呢 这个里面写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判断一下他 判断一下他 叫stampus 对吧 他如果是 如果是大于等于0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显示一下他 是不是 要显示他 要显示他啊 要显示他 然后这个你把它要拿过来 然后显示他怎么做呢 就是dollar result 是吧 document.getelementbyid 然后括号 然后括号里面加上这个什么 result 点 他里面的叫inner 这个h text也可以 text也行啊 等于什么呢 你等于这个stemple stampus 减减 对吧 等stemple减减 好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 还得判断一下 那如果 那如果 对吧 如果我们的这个这个什么呀 这个里面应该加一个什么 他应该要等于这个这个值是吧 是不是等于这个值啊 他是不是等于这个值啊 等于这个值啊 其实在这里面呢 我们判断一下他 就如果else else的话应该是吗 else的话他应该是 是不是就应该 哎 这里面是不是就停止了是吧 停止的话叫叫什么 clear 是不是clear interval 然后把这个interval 下滑向id是不是给他清掉 这是这里面是干啥的 是不是取消定时器啊 哎 这里面呢 我们叫取消定时器 对吧 没问题吧 然后这里面取消定时器 同时我们要干什么 我要跳转 呃 跳转的时候是不是open 是不是open这个函数啊 是不是open这个函数 open函数是window window点open函数是吧 打开谁呢 打开谁啊 呃 我们我们可以打开 打开这个这个这个叫 第一个接口叫啥接口来的 嗨是吧 是不是打开一个嗨接口 哎 打开一个嗨接口可以吧 啊 打开嗨接口 然后呢target等于什么 他默认是不是就是black是吧 我们叫cell是吧 在他当前这个里面去打开 能理解吧 好写完了 看一下有没有看不懂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 就当你成功的时候我们在返回的 对吧 是是是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页面 然后我们这个请求一下 然后呢加一个你随便写中国银行 然后呢数字加进来提交一下 哎 这里面呢 这个 有一个问题 哎 这个怎么 你看 有格式乱了很多啊 嗯 script 哪一个 这个不能用这样写法是吧 哎 这怎么多了一个呢 哦 我看看啊 啊 少了一个闭合 是吧 少了一个闭合 被你们发现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提交一下 出来了吧 4 3 2 1 0 然后呢就跳过来了 看到了吗 跳过来了 啊 就是这个里面其实 写写他的话其实也很简单是吧 也不是特别难啊 就是你你把这个定时器给他加进来就OK了 对吧 定时器加进来 其实这个两个是不是可以合到一块去是吧 是不是啊 你把这两个是不是可以合到一块去啊 写到这块是不是OK的 对吧 啊 然后 然后呢 这个里面应该从几开始啊 呃 这个里面我看看 应该 他应该做简简 是不是合适一点 简简是不合适 先简简 status是吧 然后这个大于几啊 大于 大于零是不是就可以了 大于零 啊 如果小于零的话 等于零的话 我们就退出 是不是就完了 是这一图 啊 哎 这个简简简的话应该是大于零应该这么写的 这里面显示就是先写的是四三二一 一是吧 啊一 然后这个要帮他 啊一大于等于零是吧 然后后面就是零了 然后再过来就是应该大于零是吧 是不是啊 应该大于零 这样里面是不是好一点 是吧 这个好一点 然后你走一下 四你看 三 二 一 然后 他零跳一下 他零跳一下 你要不到零的话 就是大于一 是吧 大于一是不是跳了 在这里面你自己可以调整一下啊 然后这个内容的话 你不能光写他吧 你还在加什么 这个 就生于秒数是吧 你要把这个自乎串加进来吧 对 你们还有一个考试的时候有一个最犯错误 最低级的错误 我觉得 二加二自乎串 加三加四 然后你们能有的能够我写个二十七 那不完全是加号叫自乎串凭接 是吧 三四吗 谁谁写个二十七 选二十七的 啊 自己反思一下啊 啊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 剩余 剩余秒数 对吧 剩余秒数 加上这个什么 这里面你可以加一个什么呀 哎 这里面你可以加上什么多秒 对吧 这里面你再刷啊 再再回去 再 哎 这个里面 再提交的时候 你再看看啊 剩余的秒数 三 二 一 没了 就跳过来了 哎 这样是不是好看一点 好 这里面就是你最后你写的这个功能了 是吧 你看你自己调整了啊 自己调整了 你 你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 你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信息给他写成一个网页渲染出来 也可以吧 是不是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渲染嘛 你把它写好 让提前渲染 也可以 啊 也可以 好了 这里面你们自己去看一下啊 这是网页的 我们这里面有pose请求 还有什么请求啊 还有一个就是盖的请求 是吧 这时候盖的请求返回的 这个是你要有返回的话 是不是提前就结束了 有返回提前是不是就结束了 自己看一下啊 有返回的时候提前就结束了啊 全球结束了 好 这里面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 啊 就是这个练习啊 慢慢看